那我請教欣妮 你怎麼觀察民黨內部 我現在各式各樣的聲音都有 然後確實他也處在一個相對的谷底跟低迷 然後賴清德就算是總統大選定於一尊 黨內黨外的挑戰事實上一大堆 我必須要先講一下當年所謂的11扣 因為那時候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開始 也就是說在08年的第一次的初選 不是複數選區 一對一的選舉 所以當時就劃分了所謂的新潮流 跟新潮流在各選區之爭 那我是初選沒有過的那一個人 那相對的好幾個選區都是有初選 那當時的氛圍就是說 因為新潮流常常在批評後阿扁時期 那就把新潮流劃一條線 所有新潮流或親近的 親近新潮流的人都叫11扣 這也就是當時民進黨種下了一個 蠻深的一個對立的裂痕 事後我們也認為不應該在黨內 這樣子的塑造如此的對立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幾天我也不斷地在我自己的FB所提到 就是說其實民主進步黨最重要的價值 我們在對抗國民黨的權威 因為沒有思想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反過來觀看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用民主進步的價值 來去看待一切所謂的言論的批判 但這個言論的批判如果是對的 我們應該要虛心接受 但他如果是惡意的 那我們就要用言論的內涵去挑戰他 而不是用人身攻擊的方式去挑戰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的是 用人身攻擊的模式去挑戰說 這個意見跟我不一樣的人 那是非常不妥 昨天我在現場 我特別退到camera後面 我在記者最後面的那一排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記者關注的是什麼 果其不然 媒體關注的是高嘉瑜委員 那也清楚的看到說 民眾對於高嘉瑜的這個反應 那我們這樣話說回來說 當然高委員有他的生存之道 他認為要有很多的聲量 然後在這個衝突之中 來表示他自己與眾不同 但是就一個政黨的群體而言 現在是一個憂患與共的時候 可是我們只看到他只有自己 沒有政黨 那這個會是讓大家失望的 當然我不認同 各位那昨天的很多前輩 氣憤到用一些 人身攻擊的話 對那種方式 我覺得這不OK 但是我們要理解一下 那為什麼基層會那麼憤慨 因為我們現在在谷底 在谷底的時候你有很多的挫折挫敗 你找不到出口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昨天我有寫一篇 到底是誰把這個本來該要謝罪的整個施政的缺失 或者是說整個我們這幾年讓人民不信任的缺失 轉移到他們身上 一定有人這麼做嘛 因為你在網路操作上你就看得出來了嘛 可是確實我們反省的問題 該反省的點 反省了沒有嘛 所以也有人說 也有網友說 我是為了什麼錢啊 為了什麼目的上節目啊 那我覺得連我都攻擊了 這就很離譜了 因為我19歲就加入民進黨 我們現在也不求公職 也不求什麼公職 你上的通告也很少 你的通告費事實上也很微薄 所以呢 你靠這個通告可能 這個連買衣服的錢都不夠 對啊 您管你也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氛圍下 其實民進黨有更多的支持者 他是期待你去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的 這樣子的焦慮 不是在這裡做人身攻擊 所以包含蔡啟方委員 他也是我們那個時代立法院的同事 他也說得很好啊 選輸了就不用怪東怪西嘛 你沒有好的政策 沒有迷人的政見 來激發選民的熱情 那一定是輸啊 所以我昨天也在思考一件事 賴清德每一場都在講 情政清廉愛鄉土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難道這幾句話 刺痛了現在某些人的心嗎 為什麼反而會 所有的原罪 他15號才會選黨主席 18號才會就任黨主席 結果你現在所有的事情都說 這個賴清德要負責 而且我覺得無法理解是我們的黨員 民進黨的黨員 怎麼會是一個主席可以開除一個現在的民意代表呢 因為開除一個民意代表 他有他的黨紀的規定啊 你一定要走程序啊 我們又不是習近平當黨主席 說可以要誰走誰就走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跟這樣子的言論 其實確實是傷害了民進黨 但是我也必須要話說回來就是說 我昨天看到高嘉瑜的表現 我也覺得他也在傷害民進黨 因為他明明知道這樣子的做法 會惹惹惹惹了那些長輩 可是他卻故意這麼做 他為什麼選擇這麼做 那所以昨天有一個 以前的同事他特別跟我溝通 說他是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不要被別人成為把柄 那不要成為把柄的時候 就是我最近也提到 聖經的所羅門王的智慧 也就是每一個人 你都要去學習這樣的智慧 如果你真心的愛民進黨 你真心的希望民進黨 可以繼續執政的時候 那我們有些話 該批判的時候 我們選擇對的方式去說他 就是說我們要批評現在的政府 有一些執政不當的時候 我們用對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說我也支持內閣 一定要改組 一定要總辭 但是這一個總辭 不代表蘇仁昌做的不好或好 這個總辭代表的是一個 政治責任的態度 不然所有的人民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認錯 我記得在2005-06年 那一場縣市長選舉 民進黨也是小敗 小敗而已 不是現在的慘敗 蘇院長擔任黨主席 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因為你的行政不得民心 所以向庭很快就辭掉了嘛 那話說回來 在08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國會先改選 國會2月1號立法院就職的時候 張俊雄擔任那個行政院長 他也是總辭啊 總辭以後總統要不要留任你 這個是總統憲政上的權利嘛 但是你該尊重民主體制 該做的行為你要做啊 現在不是說我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我請蘇貞昌 我認為蘇院長應該要辭職 那你們要扯到陰謀論 那難怪人家會瞧不起你民進黨嘛 都已經在ICU了 還在那邊爭鬥 還在那邊說 那我要割你的肉 我要挖你的血 我就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 應該是說我們都一切按照憲政的程序 跟憲政的慣例來做 總統今天如果想了很久 覺得還是要蘇院長 擔任行政院長 那總統就應該在聘任他的時候 再告訴人民說清楚 為什麼我非他不可 那如果總統覺得 蘇院長老虎功高 該休息了 那也要告訴人民 我為什麼要新找另外某一位隔魁 來擔任行政院長 這個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態度 但現在還有一個最大的困境是說 我們到處有人講說 民進黨沒有別人可以當行政院長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那民進黨不是還要再選總統嗎 怎麼會沒有行政院長的人選呢 那你不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已經沒有牌了嗎 怎麼會有這麼蠢的 怎麼會有這麼蠢的一個政治團體呢 告訴人家我小群了 我已經沒牌了 我也認為這個話是說不通的 是兩千三百萬人都死光了嗎 還是實質上是沒有蔡英文願意信任的行政院長 但是你說蔡英文信任行政院長 蘇貞昌速度是挑戰蔡英文的 你看嘛在當時蔡英文接任黨主席 蘇貞昌挑戰蔡英文沒有問題 問題是蔡英文你要用誰 你只能用你信任的人 那請問你信任的人有誰 那如果你整個民進黨都不信任 我覺得民進黨要悲哀啊 是啊 你跟蔡英文結婚了多少年 然後到今天為止在這個處境 雙方還如此不信任 對不對 就是說蔡英文如果不能夠信任民進黨的其他政治同志 到底是民進黨這個黨的悲哀 還是蔡英文個人的悲哀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他有一個問題就是他一直擅長的舞台 就是國防外交跟兩岸 然後貿易談判跟國際關係 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去手碰內政 就像他不喜歡去處理黨內人士一樣 所以他喜歡有一個人直接幫他擔起這樣子的責任 所以蘇內閣對於蔡總統來講 他不用煩惱你行政院任何的事情 我一切都交給你了 但是民進黨其實現在更要檢討的是 其實憲政的架構下 行政立法是平等的 是互相要去行政立法院要去制衡行政院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我們的國會議員裡頭 我們看不到真正的制衡的力量 那看得到只有在野黨有時候真的是亂講話 所以當你自己黨內沒有辦法正確的去制衡所謂的行政權的偏頗的時候 那你就會淪為在野黨的失控 所以其實黨內的防腐劑是非常重要 但我絕對不認同說我們用一句話就要開除一個人 或者是說一個主席可以開除一個從政同志 只不過民進黨今天輪為一個黨主席可以開除一個從政同志 那我們跟列寧政黨有什麼不一樣 那就不是整個法制的政黨 就變成人制的嘛 而且我們追求的 我是主席我喜歡誰我就用誰 我是主席我討厭誰我就殺誰 我們追求的主張就是民主開放跟自由啊 那我們怎麼可以把這一個繩子拿來掐死自己呢 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事情就算有爭議也應該是回到黨規 是 就是說黨規有他的界限跟尺度 但是現在最可怕的就是說 有一群大家就是互相用人身攻擊的模式 我覺得政治人物 他的公領域絕對要受公平 就包含他手上去討論的法案 他簽署的法案 他推動的法案 背後有沒有利益團體 這個你都可以來評論 你都可以來去損失他 但是如果說他自己私領域的事情 那與公眾何干呢 我們為什麼要把私人的事情 拿出來檯面上來討論呢 那你就會失去了 你就會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嘛 你就偏頗了 然後你就變成是意氣之爭 然後你就會為他人所用 所以整個綠營現在內部 現在確實是一片混亂